这是电影《铃牙护地》中的画面 蓝天白云碧海雨光影荒芜的废墟擦肩而过的相遇 这熟悉的奔跑飞天与超自然力 确认过眼神是新海城的电影 就是这次名字有点不明觉历 《铃牙护地》中文翻译竟然叫 《铃牙小姐来塑门》 我认为还是这个你的门子深名大义 事实是2019年哪吒和白蛇两部国产动画电影 杀的你死我活 另外新海城的上一部电影 天气之子不温不火 有人说你的名字后再无新海城 你们觉得呢 反正我泪点滴 大家好 我是知区最你的rap artist 当我第一次打开新海城 那是2007年的《秒速5厘米》 它是我看过最美的电影《没有》之一 当我如今回看新海城 它可能是日本动画电影特别的存在 它关乎于幻想与爱情 也关乎于成长与正义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 放着亿万家产不继承 偏要成为打工人 表面冷酷无情实则比海更深的 新海城 新海城于1973年出生在日本的长野县 它是长野县百年建筑企业新金组的公子哥 家里的总资产不多 也就几个小目标而已 而它的原名其实叫新金城 它为了表明自己坚决不依靠家里的决心 改名为新海城 新海城的父亲是新金组的社长 它小学四年级便通过以考第一名为赌注 从父亲手中赢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 然后打开了动漫的大门 而它妈妈是十里八乡内有名的小画家 她的话曾被长野县美术馆展出 随新海城的绘画得以启蒙 果然人类的微欢并不相通 小时候的新海城最大的快乐 是做一个物理意义上的采花大道 每天的放学途中一定要与路边的花草贴贴才回家 不同于那些生活在钢筋水泥体中的小朋友 成哥这孩儿打小便跟自然亲近 以至于他后来去东京上大学前 就曾专门花一个月的时间逛遍家乡的美景 所以将这片土地记录在脑海中才安心去上学 于是果然刚到大学的新海城到了大城市 觉得东京的环境过于脏乱差 也许就是那时他认为环境会影响心情 不管干啥画面一定不能差 1995年新海城从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系毕业 然后没有在文学上开花 而是选择在日本Felcom游戏会社 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毕竟写文案嘛 有手就行 搞游戏可不是谁都玩过奔腾处理器 1995年的日本企业里 平均每三个人才有一台电脑 而此时的新海城已经是个老马农了 新海城的工作任务是为游戏做CG动画 比如2001年一苏二的开场动画 就是他做这蓝天 这光影 这运镜风格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凸显了 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技能 每天也会吐槽一下生活的不愉快 新海城的故事本可以就此画上句号 但是放着家产不继承显然脑回路不同于常人 每天挤地铁出门是最后离开公司的人 涂啥 他不甘于做一个幕后从业者 他希望被人看到 被人记住 他觉得如果能用电影记录下生活中的些许美好 那便是对他生活的一种肯定 于是新海城开始下班摸鱼了 他利用下班时间独立创作电影 编剧 绘画 剪辑 由他一人完成 但是呢 进度太慢了 这么下去海贼王都要完结了 于是新海城在2001年5月裸辞了 他要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 他利用整天时间独立创作电影 编剧 绘画 剪辑 由他一人完成 于是在近一年的卧星长胆后 2002年新之声诞生了 新海城将自己对于天空的热爱 对太空的幻想 在游戏公司所有的积累 都凝结在了这部25分钟的动画短片中 也正是在那年 宫崎骏出品了《猫的报恩》 动漫界还是一个执笔盛行的时代 大量运用CG动画的新之声 在这个时代显得十分另类 但电脑强大的渲染能力 却能让新海城能随意的运用光线 这是只会难以达到的效果 于是新之声成功了 他获得第七届神户动画大奖等奖项 而这部短片也是新海城最好的自我介绍 短片最后一句台词是 我这也是新海城内心的渴望 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以动画为生 不确定自己的作品能否被人看到 亦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回到原本的社畜生涯 新海城将自己的迷茫与期待 全部埋藏进这部动漫中 而他本人也在这里等待着人们的目光 所幸新海城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二代的他不用被迫回去继承家产了 这段迷茫的经历也对他日后的创作风格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像在他日后的电影里 不论是主角相遇的瞬间 亦或是彼此分开的刹那 逆光下的唯美画面都会与情绪相互强化 然后观众就容易看哭 比如我 事实是诚哥一直以来都会有意的使用光影去渲染情绪 在他的手稿中我也发现了他对于光线的特异标注 比如这个《炎夜之亭》中女主情绪爆发哭泣的镜头 阳光是侧着照过来的 将女主的脸分为了明暗两个部分 更加映衬了情感的冲突 当然这所有只是电影呈现上的特点 新海城的电影还离不开他故事的标签 被市场肯定后的新海城坚定了自己做动画电影的决心 他在2004年制作了云的彼端约定的地方 又在三年后制作了其电影生涯的代表作《秒速五厘米》 《秒速五厘米》讲述的是名为名里和贵树的两人彼此相爱 却因为距离的原因始终都无法在一起 而这种悲剧结尾的故事架构几乎出现在你的名字前的所有作品之中 情人爱而不得的味疼剧情 让不少观众在看完新海城早期的作品后都直呼 新海城你没有心我要给你剂道片 当然用奥森维尔斯的话来讲 就是大团圆结局依赖于你在哪里停止你的故事 新海城讲的也许不是悲剧 而是某种层面上的大团圆 而他坚持这种故事架构的原因 我在新海城的远古访谈中找到了答案 他想给还在迷茫中的年轻人们以鼓励 他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衣食无忧 划船不靠讲全靠到处浪 你没对象不是有人拿枪指着你让你不谈恋爱 所以我们不能骂这个社会 但这个社会又极其复杂 找不到心灵相通之人的原因甚至多到数不清 特别是20年前的日本经济 还笼罩在广场协议的阴霾之下 日本经济在战后迅速发展 本来已经飞到半空中 却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行打了下来 广场协议强制日币升值 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出口 瞬间被更便宜的本土货 蚕食的一干二净 日本经济跌入谷底 甚至经济增长的停滞 到今天都未能解决 那时候不少年轻人连工作都找不到 归宿什么的更是空中楼阁 而为了表现出这种普遍且真实存在着的无奈 辛海诚在秒速5厘米中 以距离这种无声的方式 将相爱相知的两人永久相隔 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告诉仍在迷茫中的年轻人们 有些事情并不是你们的错 世界上很多事就是以悲剧结尾的 当然这一时间段的辛海诚 沉迷于对男女主情绪的细节描写之中 叙事方法都为碎片化叙事 主题则基本都是男女主的爱恨情仇 而这也是有人diss他的主要理由 批评者会说 辛海诚你的电影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吧 你看看前辈们的作品多深刻 有反战的 有涉及环保问题的 而且你看看你的故事 狗屁不通 你以为你是宫崎英高呢 但信息时代的世界观始于偏见也忠于偏见 环境给了我们独有的视线 人也会因为变故而发生改变 辛海诚的创作风格 也的确被三次元的东京大地震给震变了 他从在采访中表示 我觉得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 对我们说是一个契机 通过那次地震 我想所有日本人都深刻意识到了 我们的社会 我们所生活的城市 并不会这样永远继续下去 我们都活在这个未来没有保证的社会里 在这种环境里创作动画的话 我想是不是应该创作出靠自己的力量去把握命运 这样的故事呢 就这样渐渐有了改变 于是辛海诚不再将目光集中于跟他一样迷茫过的年轻人 而是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他想用自己的作品给观众传达出 只要努力就能从这个混沌的世界中抓住什么 甚至是改变世界的理念 于是就有了2016年的你的名字 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仍然是男女主的恋爱故事 但故事的重点却是两人见面之前发生的去世 以及为了见面而做出的努力 女主三夜曾一度因为陨石的坠落而陨命 但男主龙的不懈努力 最终却能跨越时空并拯救女主 电影的叙事不再局限于男女主微小的情绪变化 而是要表现世界的变化 以及人的努力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们为了拯救村庄的奔跑 以至于在2016年底我常年出差在外地 每天朝九晚十二的工作时 唯一的慰藉就是半夜回到酒店 单曲循环 前前前世 用辛海诚自己的话说 这部电影汇集了他15年的功力 观众们挡得住吗 事实证明也确实挡得住 截止这2017年底 你的名字全球票房收入达2.81亿美元 超过千语千询2亿7500万美元的记录 此时的辛海诚也已经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动漫导演 他已郁满全球 备受期待 机动战士高达的监督安艳良和就曾表示 西田守先生和辛海诚先生 都是必须承担起当代日本动画电影视野这一重担的人 而观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辛海诚的期待 在灵牙护地的主题曲评论区最高赞的评论是这样的 灵牙无意间打开了观止灾恶的门 然后会心砸烂了斯守镇 暴雨淹没了东京 灾难背后是浪漫的神秘故事 斯守镇的少女三叶与东京的龙互换身体 另一位东京的少女杨采则成为了能带来晴天的晴女 但三叶因会心而殒命 杨采因为晴女的身份被献祭给神明求得晴天 在灵牙拼尽全力关上世界各地释放灾恶的门后 龙穿越时间解救了三叶与斯守镇 杨采也被自己的朋友翻高所救回 粉丝们发现以前那个在电影中写散文的新海诚不见了 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叙事严密世界观自洽甚至能跨电影联动的编剧 当然新海诚在改变的同时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优势 从秒速五厘米到你的名字 他一直强调一种名为半分的叙事手法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对距离的运用 樱花落下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 但樱花落下的距离却足以分割名里与桂树 东京与斯守镇相隔数千里 但它们之间的距离却能通过结绳的两端连通 当明里与桂树在樱花树下渐行渐远 当龙羽三叶跨越三年的时光在陨石坑前再次相逢 新海诚总能用他对距离的把握构建出一个又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 而半分的另一个侧面是表现内心距离的异象 比如炎夜之亭中表示两人隔阂的树枝 比如天气之子中表示大人与少年对立的那个捉腿 新海诚依旧是曾经那个注重细节的新海诚 只不过他对于细节的执着隐藏在了对于信息密度的追求之中 他不再满足于通过男女主之间的对话来表达我不爱你了 而是通过画面中的信息来渲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没声音再好的戏都出不来 这句话不仅是一句俗套的广告语 也是电影之所以能被称为第七艺术的最后一块评图 新海诚对声音细节的追求也正是他成为伟大导演的最后一块拼图 在创作《你的名字》时 制作人问最想和哪位音乐家合作创作主题曲 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一个乐队 Lado Wimps 新海诚在自己的《新海诚·沃克光之诡迹》一书中 是这么描述Lado Wimps的 作为一名听众我一直都是他们的歌迷 觉得他们是一群遥不可及了不起的人 于是新海诚就决定把自己神圣的偶像落下神坛 毕竟粉丝的滤镜归滤镜 搞电影可不是请偶像吃饭 细节狂摸新海诚并没有放过自己的偶像 而是一上来就改变了乐队的制作方式 他要求乐队以画面为灵感来创作音乐 要让音乐配合画面演出而非让画面去配合音乐 结果就是新海诚经常会就一版音乐与乐队反复沟通 修改多次 更为折磨的是有些本已反复修改成型的音乐 因为新海诚把场景改来不得不重新创作 以至于多年后Lado Wimps在接受采访时还会吐槽 导演在工作上非常顽固 这种落差甚至让我们觉得它有点不正常 确实 当我学习了电影音效的课程 尝试拍过短片后 发现在你的名字中有很多为了配合电影场景而加上的细节 比如在高校里三叶与同学吐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秘现象时 小提琴的主要演奏手段就变成了播奏 钢琴演奏的主旋律中则出现了许多跳音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突出乡村学校中的活泼氛围 然后需要与场景相符的声音不仅有配乐更有配音 新海诚的强迫症程度 我们可以从天气之子的配音现场真切感受 为了配出男女主角子奔跑后气喘吁吁的声音 他直接让男女主角的配音演员出去跑步 一定要跑到气喘吁吁才能回来配音 而且配音的时候也要边跑边配 配音内心估计是崩溃的 这不是质疑我的口活吗 我突然就想起了面对大牌明星NG60多次 拂袖离开的王家卫 一路走来 新海诚一直在观众难以发现的细节中暗自较劲 或许他只是想创作出自己心中的完美作品 而最初想要被看到的起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工作上的新海诚重视细节 他会为了动漫的效果折磨配音 折磨作画 甚至折磨自己的偶像 但工作之余 他仍是那个情感细腻的普通人 他会在配音结束后 给配音演员送上一束鲜花和一个大大的拥抱 表示感谢 会在描述5厘米出品13年后 发推特纪念男女主相见的那个瞬间 会收养小动物也会因为改稿子改到深夜而痛哭 虽然略有夸张 但是同为创作者的我却深有体会 当然我是被甲方逼的 新海诚从来都不是电影界的神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也许他的世界观不如宫崎骏的反战一般宏大 叙事不如夏日重现一般滴水不漏 却又悬念频出 发刀子又不如须鸢悬快文狠 但是他的作品曾一次次走进我的内心 从17岁的青春懵懂到中年时的落泪感动 他笔下的人们不论是面对陨石的撞击 还是面对暴雨的淹没 总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在这个世界中做点什么 即便这种改变或将如流星划过 或将被命运挣脱 但这正是新海诚想给观众们传递的价值观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 去尝试去更好的生活 动漫从来都不是只给小孩子打发时间的玩意 他能给我们传递能量能聚集元气 能用天马行空的世界观 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从跌倒再爬起 就像赛博朋克边缘行者会给你讲述夜之城的残酷 却又时刻提醒你要坚持自己 EVA告诉你人和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 但是如何打破人心的隔阂 却解构了我们生活的意义 JoJo则用Josta家族的三代抗争 更教会了我们永远不要向命运臣服 我想这是一代代像新海诚这样的动漫作者 内心最温润的情感 它是指引迷茫之人的灯塔 更是失落之人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